嗨 各位好 我是興趣閃的攝影Sanso 那Pixel系列呢其實在攝影方面 算是都有蠻特別的功能 像是它第一個推出夜視功能 然後再到後來推出天文模式 天文模式之後呢 又有什麼長時間曝光又或是動態搖射 然後在後製方面的話呢還有魔術橡皮擦 然後還有今年所推出的魔術修圖 這都是Google AI科技所帶來的方便性 那從Pixel 6 Pro開始呢 就搭載了5000萬畫素的感光元件 到Pixel 7 Pro 再到現在的Pixel 8 Pro 最後終於終於可以拍攝高畫素的照片 我覺得你們可以想像成是說 Google是希望三顆鏡頭可以給你一樣的感受 所以等到三顆都換上高畫素的時候 才給你所謂的高畫素模式 算是遠了這個說法啦 不知道大家怎麼看這件事情喔 那關於Pixel 8 Pro的一些新功能 像是完美合照或是魔術修圖等等的喔 都在上一部影片有完整的介紹 大家可以先去那邊做觀看 我們今天這部影片呢 會完全focus在拍照還有錄影的詳細比較 那比較對手呢除了上一代Pixel 7 Pro以外 還有今年最熱門的iPhone 15 Pro Max 當然呢還有我們的Samsung S23 Ultra 所以希望今天這部影片你們喜歡 我做了非常多詳細的拍照跟錄影的測試 如果你喜歡用手機攝影的話 那我覺得我影片最後所講的那10點 相當的重要喔 看完這部影片我相信你就可以發揮出 Pixel 8 Pro的最強實力喔 那就讓我們繼續看下去吧 MING PAO CANA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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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角呢提升到4800万画素 感光人间也变大 光圈也变大 微距对焦的距离呢也提升 主镜头的方面呢 感光人间听说是有换 但是我这个目前没有100%确定 如果新的消息的话呢 也欢迎网友补充哦 主镜头的重点呢 就是光圈变得更大 光圈变得更大的话呢 就是一倍跟两倍的时候呢 我们可以得到更浅的前景深哦 那长焦镜头的话 也是光圈变得更大 焦段虽然变短了一点点 但是我觉得没有到差很多 我觉得还行 所以三颗镜头的近光量体验呢 都是有明显的进步的 那我们就来看详细的比较吧 那我们先撇开高画素 我们首先先看整体的 成像风格其实蛮接近的 但是我们可以很明显的看到 Pixel 8更广 那我们在大幅裁切之后呢 可以非常明显的看到 像是这个树的纹路的细节的差异呢 超级明显 完全代表就是说 Pixel 8在超广角确实有做阵列转换 甚至像边角方面呢 这个地砖的纹路的表现呢 也是相当的好 而且边角画质也没有什么崩坏的感觉 中间这个牌子我们可以看到 木纹的纹路的表现呢 是相当的好 这4800万画素是非常非常的扎实哦 那我们接下来看到是夜间 而且启动夜间模式的情况下的超广角表现 放大之后呢 可以很明显看到 就算在夜间模式的情况下 Pixel 8 Pro还是有做所谓的阵列转换 所以你看这个叶子啊 还有这个楼梯的感受呢 都是相当的真实 在夜间呢 也可以启动高画素 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事情 让这颗超广角可能成为 目前最强的超广角镜头咯 那我们接下来看到呢 是一倍镜头 那我们放大之后呢 也可以蛮明显看到 纹路上呢 也是有非常明显的差距哦 甚至连边角的部分的差距 也是非常的明显 那夜间方面我们也可以看一下哦 这张呢 色调就有一点些微的差距 但是我觉得没有说 谁特别好看这样 在脸的方面呢 整体来说 右边就比较自然一些 左边就有一个比较重的锐化感受 所以我是非常喜欢这次Pixel 8的表现的 成像非常的相机感 那接下来呢 我们看到两倍 可以看到两者的色调 有一点些微的差异 在两倍阵列转换之后呢 因为Pixel 8 Pro 它还会做一个动作就是 它会再把它增到5000万画素 那它增上去之后 可以看到整体的细节来说 两倍也比以往还要再更好一些了 那五倍的话 其实之前有人提到说 长焦镜头会偏绿 那Pixel 7 Pro是真的会偏绿 那Pixel 8 Pro呢 是有很明显的改善哦 那五倍镜头在放大之后呢 因为这真的是高画素下去做阵列转换 所以细节体验呢 完全屌打Pixel 7 Pro 那我们接下来看到呢 是十倍 十倍的话呢 其实Pixel 7 Pro 就会做阵列转换了 所以两者的效果应该差不多 但是因为我有开着高画素模式啦 所以 Pixel 8 Pro这边一样会推到5000万画素 那放大看之后呢 这个的差距就没有那么的明显 但是可以看到Pixel 8 Pro 把它增到5000万画素的时候 细节的增强也是不会到不自然的感受 那我们来看一下 五倍的夜间的细节表现 在夜间的情况下呢 Pixel 8 Pro一样会做阵列转换 所以整体建筑细节呢 都更为的真实 这差异我想大家一看就知道了吧 十倍的话呢 我觉得两者的差距就非常小 甚至于说这张看起来 Pixel 7 Pro还比较好一点 那我觉得这就是看情况啦 因为它的演算法差异应该不是要太大 那接下来我们来看重头戏 也就是30倍 蛮明显看出来Pixel 8 Pro的演算法 应该是有进步的 那这个其实我是真的拍很多张 但都长这个样子 所以这应该也不是不准交 应该就是30倍的极限了 那我们接下来看到的是人像模式 那人像模式的话主要第一点就是说 过度锐化的感受呢 没了 但是整体来说还是有锐化感 但是没有上一代的这个过度锐化感啦 然后在夜间的情况下拍摄呢 那可以看到在夜间的时候 得到的细节体验呢 也是大幅超越Pixel 7 Pro的 有看到吧 毛衣的细节 然后人脸的锐化感受 Pixel 8 Pro都比较好 但是确实两者的 三金演算的演算法应该是一样的 那我们可以看到说跟Pixel 7 Pro比较起来 超广角比上一代进步还蛮多的 整体亮度都更高 但是杂讯来说的话 在夜间的时候还是会比较多一些 那这主要就是Pixel习惯 而把ISOLAT比较高所导致的问题 那在一倍的情况下呢 可以看到说Pixel 8 Pro 会拥有比较干净的画面 我们随便一个画面暂停 而上面的杂讯量明显Pixel 8 Pro会是更少的这样 所以主镜头的夜间录影提升幅度是更大的 然后杂讯抑制呢也比较大的一些 大致上也可以看得出来 Pixel 8 Pro感觉画质是比较好的 所以这个建筑的细节呢感受是更好的 这是7 Pro还有8 Pro的5倍镜头的录影画面 我们可以看到Pixel 8 Pro的细节表现 确实是优过于7 Pro还蛮多的 演算法的问题 但是这个ISO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就是两者5倍镜头的ISO表现都是不太好的 杂讯是非常之多的 那我希望他们日后呢可以针对这一点去做改善 那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超广角的情况下 两者的色彩你们比较喜欢哪一个呢 整体来说iPhone其实现在暗部都拉了很多啦 然后太阳两者其实都有压的下去 所以都还差不多 那我们放大之后呢 跟刚刚的Pixel 7 Pro的比较是蛮像的 就是这个木纹很明显都是非常明显的差异 在旁边的树木边缘呢 也可以看到整体来说 Pixel的暗部细节的表现也是更好的 就连非常暗的地方的树叶也是看得非常的清楚哦 那夜间方面呢我们先都开1200万画素 iPhone还是比较容易偏黄一点点 然后Pixel在夜间的时候都会比较蓝一点点 iPhone在晚上的锐化感受还是比Pixel再多一点的 然后整体细节的感受像这里 这个区块也会觉得Pixel的表现比较好一些 然后我们来看一个就是1200万对5000万画素 这个是Pixel的1200万跟Pixel的5000万 在超广角的情况下夜间的时候 它会直接用像素合并去做拍摄 然后再把它转成一张5000万画素的 所以整体来说细节不会有什么太大的提升 这大家要注意一下哦 就不是你开5000万画素它就一定会做整列转换 那我们现在看到呢是主镜头的比较 两者都是高画素 我相信这个比较应该是大家最在意的 实际看之后会觉得Pixel的细节 还是比较多一点的 纹路上面来说呢Pixel整体的这个水泥感受是更好一点的 那在边缘的这个区域呢 我也会觉得Pixel的整体的暗部细节会再更好一点 这个边边 Pixel的运算呢还是比较好的 像在这个铁网这里 Pixel的铁网都有出来 但是iPhone会把它给算掉 那我们现在看到这个情况下呢 就是一倍镜头的夜间模式 可以看到同样是1200哦 但是iPhone的细节体验是明显升购于Pixel的 但是我们看到这边有出现一些尾色 就是错误的颜色 理论上应该是栏杆 但是栏杆基本上就是拜尔斯阵列最常遇到的问题 就是很容易出现尾色 那这个原因就是因为它虽然是1200万画素 但是iPhone会用阵列转换加上没有阵列转换下去做跌图 那这个实测结果呢在之前的影片 iPhone 15 Pro Max的详细评里面 我有跟14 Pro比出一样的结果 所以1200万画素的iPhone的夜间表现是好的 但是这个尾色我个人觉得不太应该 那我们这里来看到呢就是Pixel如果开启5000万画素的情况下 放大同样的地方Pixel就可以得到细节跟iPhone相当的影像 但是这边都没有尾色出现哦 所以我希望Pixel以后呢也可以在夜间模式的情况下 虽然是1200万画素 但是也可以结合阵列转换的影像做一次跌图 这样应该会得到更好的细节表现 那我们现在看到是两倍 两倍的话呢两者都会激发阵列转换 放大之后呢可以满明显看到Pixel整体来说画质更好了 那Pixel在这个情况下也是可以输出5000万画素的哦 但是连在边缘的时候它输出5000万的时候 都还是可以得到这么自然的细节 哦这让我有点震惊 就是它怎么可以做到这么好 有没有看到草的颜色 该黄的黄该绿的绿 但是iPhone的话会因为它的算法导致 几乎全部都变绿色的一片 那再来呢是5倍 然后再放很大之后呢 这细节差异是非常的明显 像这个地板的纹路啊 这个石头的纹路啊什么的 然后可以看到在夜间模式有启动的情况下 其实iPhone的5倍镜头表现是好的 也没有什么太多的杂讯有发现吧 那都是1200万画素的情况下呢 而两者的表现其实还蛮像的 那我们把Pixel开到5000万看一下 那右边呢是Pixel开到5000万 那我们可以看到在放大这个暗处的时候呢 可以看到这边竟然有一只鸟 看这个广告的细节就可以知道说 Pixel在这个情况下也有做正列转换 所以这边的表现呢相当的好 那接下来看到的是10倍 那说真的啦 iPhone这个10倍呢 其实有蛮大的瑞化痕迹 建筑物的边缘呢 其实也有切的还不错 但是我们看这个字样 这面包厂很明显就看出来 Pixel是真的细节 而它呢是运算出来的 然后右边呢是Pixel开启5000万画素的10倍 那开启5000万画素的话 其实细节上是没有差异的 所以在10倍以上的时候呢 Pixel只要开启你的高解向力的模式 基本上是不会有什么变化 所以我建议就是说 10倍以上你就把50MP关掉 不然只是浪费空间 那接下来看到呢是30倍 那iPhone的25倍的视野 其实跟Pixel的30倍是差不多的 那我们放来看之后呢 可以很明显看到 iPhone很多地方都是算出来的 这很明显呢 Pixel的正确率就比较高 iPhone这一块呢就非常的惨烈 所以长焦方面的话呢 当然是Pixel比较好 那我们这边呢来看人像模式 iPhone越来越进步 所以iPhone的头发算法呢 会比Pixel还要更好 然后脸部锐化的感觉呢 也不会像Pixel一样那么的严重 然后这个场景下可以感受到 就是两者演算的差异 iPhone对于前景的运算呢 是比较多一点的 那这个场景下呢 iPhone的画质却比较 输了一点 然后整体细节感受也比较输 但是可以看到这头发边缘的运算呢 iPhone确实比Pixel还要更好 像这个 绑带 Pixel想把它算掉 但是这里的话呢是有留着的哦 那我们这边来看一下最近对焦距离的表现哦 iPhone15 Pro Max的微距镜头呢 对焦距离是更近的 但是两者微距的画质呢 其实都是相当的好 然后再来这张呢是一倍镜头的最近对焦距离 所以可以看到最近对焦距离的差距是非常的大 加上Pixel呢又可以拍摄5000万画素 所以你们在特写这些小东西的时候 Pixel的效果会比iPhone还要好上非常的多 然后这个是两倍的最近对焦距离 那可以看到Pixel的画质表现相当好 就像我前面所说的 所以Pixel呢可以用两倍来拍摄 类似一些文件特写的效果 相比iPhone来说呢可玩性是非常的高哦 那我们接下来跟iPhone做对比 那在一开始的时候呢可以感受到 Pixel的亮度比较高一点 这是超广角哦 所以在这个比较接近的场景中可以看到说 iPhone的整体杂讯呢确实比较少 Pixel的杂讯是非常的多的 那一倍镜头的晚上录影呢 两者的防手震的表现呢 其实我觉得不会到差非常多 但是是有一点差距的 有些情况下会觉得iPhone比较好 有些情况下会觉得Pixel比较好 那iPhone 15 Pro Max的录影很强 其实上次就已经测过了啦 是真的很强 那在直接走路的状态下可以看到说 Pixel比较容易出现这种动态模糊出现 所以iPhone有可能在这个情况下 的防手震机制是更强的 因为我觉得他们的快门应该都可能已经用到底了 所以iPhone的感光防震的效果 应该是比Pixel还要再更好一些的 那这个呢是5倍镜头录 而歌手在表演的画面 那我会觉得在这个情况下 Pixel的白平衡比较正确 就是歌手的脸的肤色是比较好看的 iPhone也是一样哦 就降噪比较大力一点 但是这个情况下 够亮的情况下 我觉得Pixel的细节表现是比较好一些的 那可以看到在其他情况下呢 Pixel有我刚刚说的就是 细节是有 但是杂讯也是很多 所以这个情况下就可以看到说 两者的杂讯差略到底有多大 那我们现在来看的是日间画质 这都是一倍镜头所拍摄的 然后在轻松走路的情况下呢 两者的画面也是一样都还蛮稳定的 然后画质体验的话 其实我觉得这一代的Pixel的录影画质 白天的话其实不会输给iPhone 它的录影画质呢是相当的好 你们看这个字样 非常的清楚 然后在白天的时候切到超广角的时候 可以看到广度呢是相当接近的 就看哪一个颜色你比较喜欢啦 然后这个是我在测试防手震 Pixel 8 Pro目前五倍镜头的 那个录影防手震我觉得有一点小小的问题 像Pixel 7 Pro刚出来的时候也是 啊后来就有更新了 我们期待之后的更新哦 在大排天的时候呢 五倍镜头的录影细节 iPhone反倒是明显胜利 这个招牌上面的这个草 差距是非常的大 那我们现在看到呢 这S23 Ultra 还有Pixel 8 Pro的一些小比较 因为我们就是要激发最长的模式 所以S23 Ultra在大白天的时候呢 我有开启2亿画素 那我们可以看到刚刚打赢iPhone的Pixel 8 Pro呢 在Samsung的2亿画素的情况下呢 还是打不赢的 毕竟三星的感光呢 它的阵列转换技术也算是蛮成熟的啦 所以可以看到这个细节的体验呢 都是相当的好 那接下来这个呢就是10倍 也就是三星呢出动了它的10倍镜头 那这张10倍放大来看的时候呢 我却觉得这张Pixel的10倍表现是比较好的 但是也是因为它整体来说 有阵列转换 然后加上它有演算过的痕迹 三星这张呢有一点可能是没有准焦 那这个呢我们再放大其他地方来看一下 那我们看上面的叶子的部分呢 也是可以感觉到就是 Pixel对于叶子的演算其实还是不错 在三星这张呢就没有什么热化感受 就是10倍镜头原生的成像 但是有可能有小小的不准焦 那下一张这个场景呢就是30倍 而三星的整体演算法在推到30倍之后呢 就会还蛮用力的去做一些AI演算 Pixel在这个时候呢相对起来我觉得算是输的 那这个也是非常非常的明显 整体来说呢三星的细节体验真的是比较好 它的AI演算法让边缘都比较有瑞丽的感受 那像在下面的岩石的部分 整体层次感啊噪点啊什么的 都是三星维持的比较好一些 那我们再看到这张是人像模式 那人像模式的部分我觉得最强的还是三星 三星的人像模式体验呢真的好 你看这个肤色的维持在这个逆光的环境哦 还有头发法师的判断 我觉得都是胜过于Pixel的 那看完以上的比较我这边来说明一下Pixel 8 Pro 摄影方面实践你需要知道的事情哦 首先第一点呢就是它的超广角 如果用5000万画素的夜间模式的时候呢 它有可能不会做阵列转换 所以超广角的体验呢 在夜间的时候不会到有明显的画质提升 但是长焦镜头跟主镜头呢 就算在夜间的时候呢还是蛮明显有做阵列转换的 那实际上多少EV以下它在超广角不会做阵列转换 这个我不太去的地 如果你喜欢超广角拍摄的话就稍微注意一下这件事情 第二点就是这次的RAW 我拍了很多RAW档 结果后来发现目前最新版本的LINE之类的都不能解 甚至手机内部的相簿也不能解 所以我就觉得哦好吧 我没办法体验它的HDR Plus在RAW档里面修起来的感受怎么样 但是之后呢应该会更新吧 我们更新之后再来测试看看 它的RAW档修图的表现怎么样 第三点呢就是我这几天使用Pixel 8 Pro 有机率会出现一个东西就是 我没有办法换镜头 你用强制换镜头的选项可以换 但你在自动换镜头的时候呢 没有办法换镜头 这你需要进到后台把它强制停止 强制停止之后重开 呃换镜头才正常 这是我遇到的问题啦 但是我觉得这就是相机的APP 等它更新之后就可以解决了 第四点呢就是这颗5倍镜头的对焦速度大幅提升 上一代5倍镜头我觉得常常会迷焦 那这一代的对焦速度呢相当的好 所以你在长焦捕捉一些运动类的东西的时候 你可以更好的去对焦哦 第五点呢就是5倍镜头没有天文模式 只有超广角跟广角镜头有 那我觉得没关系啦 因为5倍去拍天文 你如果没有一个追星仪的话 那好像也很难拍到一张好看的天文照片啦 第六点呢就是说这次肖像模式虽然有进步 没有以往的锐化感了 但是它的肖像模式不支援5000万画素哦 就只有1200万画素 而且可调整的东西算是蛮少的 你拍完就长那个样子了 就是你有没有办法后期再调整你的前景声之类的 就如果它们可以让散景运算的更特别 又或是整体的层次感更有味道的话 像是一些陆基的表现 那我觉得它肖像模式会更好 第七点的话呢前面的影片有看到 就是说它在两倍的时候 你开启5000万画素 我们知道这已经是争议上去了 但是它在两倍开启5000万画素的时候 的细节表现却非常的好 不太像是单纯AI增强上去的 我不太确定它怎么做到这件事情 也有可能是 5000万画素在拍摄的时候非常的多张 它们做的类似Super Restroom之类的动作 让它的整体解像力更好 所以这次两倍的5000万画素的解像力是超好的哦 第八点算个小缺点 就是5000万画素不管在什么时候 拍照的时候都要等一下 而且你不能动 因为它需要做多张合成又要阵列转换 所以它就会耗比较多的时间 甚至说你大概拍个三四张之后 你就没办法按快门 我说连续的情况下啦 就是它在后台运算的时候 不让你按5000万画素的快门 那我觉得这个东西希望它们日后可以更新 但是因为目前这个迟钝感 所以我建议说 你在遇到比较漂亮的风景的时候 再拍摄5000万画素就好了 一般情况下其实还是1200万画素就够用了 第九点呢就是有镜头锁定模式 就是它不是一定是自动换镜头 也就是说你在五倍拍摄的时候 不会像iPhone一样 变成一倍镜头放大 对不到焦就对不到焦 你再换回主镜头就好了 那我觉得这个镜头锁定模式 对于摄影师来说相当相当的重要 但是我有发现一些小霸 大家听清楚哦 如果你在强制选镜头的时候 并且是开启1200万画素 你在两倍跟十倍的时候 都不会做阵列转换 但是如果你开启5000万画素的话 在两倍跟十倍的时候呢 还是会有阵列转换的效果 这件事情算是我刻意测试出来的 也算给各位建议一下就是你用强制选镜头的时候 要稍微注意一下两倍跟十倍的画质 当然如果你都开启5000万画素是没差 但如果是1200的话呢 就会有所影响了 第十点关于过热问题 那我觉得这支手机的过热问题 相比iPhone 15 Pro Max来说呢 比较不严重 算是蛮不严重的 像我实测在户外大概28-29度 长时间录影的情况下 确实Pixel撑的时间更久 所以我觉得它的过热表现是比iPhone还要更好的 而且我就用它的温度感测器去量iPhone的背面 iPhone的背面当下呢大概是49度 但是它的话呢 机内显示的温度是42度 然后同时我也测三星啦 但是因为三星录影录到一半 它会自己先降亮度来维持它的热度 点萤幕还是会发亮回来 所以我觉得三星相对来说 呃这个测试不太准 但是我们可以知道说 三星当下的温度呢大概是39度到40度左右 那我们现在来到总结的时候 关于这次的Pixel 8 Pro你到底要不要购买呢 对于我喜欢摄影的人来说 我觉得这次Pixel 8 Pro的升级算是诚意满满 三颗镜头都有高画素 你在大白天或是夜间的时候呢 其实你都有高几率可以得到比iPhone还要更好的画质 虽然说它的主镜头的高画素模式比不赢三星 但它的夜间也可以用5000万画素 这点也非常的棒 所以这次三颗镜头都开启高画素模式 我觉得真的值得你升级 如果你喜欢摄影的话啦 那比较可惜的一点是说 这次我并没有去测试它的天文摄影模式 因为天气都不是太好 所以我也没办法去拍一个好看的星空 所以等之后天气好的时候呢 我们再去做这次的Pixel 8 Pro的天文摄影模式测试哦 搞不好过阵子就会有实拍 但是可能不一定会发片啦 但大家还是可以关注一下我的IG 我那边都会发一些最新的消息 那录影方面我觉得蛮可惜的 白天画面表现是不错的 但是5倍镜头的防守震目前来说我觉得有点... 怪怪的 那这次录影在夜间情况下呢 相比上一代是有进步 前面都有看到了嘛 但是离iPhone还是有一段很长的距离 尤其是夜间的情况下 这个杂讯那样我觉得是不应该的 我觉得应该要更用力的去做降噪 因为很明显就是它们把快门拉快 ISO拉高 而导致的超级多的杂讯 所以我希望Pixel的录影体验 夜间可以再更为的升级 所以总结来说就是如果你喜欢拍照 你喜欢拍风景的话 这支手机可以得到最好的超广角画质 主镜头表现也很好 长照镜头的画质表现也很好 所以看到这边你们会想买这支手机吗 欢迎留言跟我说哦 那这部影片对你有帮助的话呢 欢迎帮我分享给还在犹豫的朋友们哦 喜欢的话呢欢迎帮我按赞订阅分享 打开小铃铛 我是兴趣传的摄影生总 谢谢各位 拜拜 拜拜